經濟財政司司長譚豹原表示 博彩業未來會朝著健康化、規範化 和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來發展 當局將不會再批准各自機場和投注站在社區設置 也會提升博彩從業園的技術水平要求 達到建立博彩從業園認證制度 李國賢報導 譚豹原說現在是適當的時候 檢討和研究博彩業的發展模式 重點會朝著健康化、規範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他說博彩業發展應該和社會道德 以及價值觀互相平衡、共同發展 譚豹原在回應議員提問的時候說 當局將不會再批准各自機場 以及投注站在社區裏設置 改善到博社區化的問題 我們將會要求 當然如果將來是在社區裏面 或者深入社區裏面所設置的各自機場 或者投注站 基本上我們都再不會批准 已經設置了的一些各自機場 例如在一些住宅樓宇的樓上設置的各自機場 我們將會要求逐步遷出 對於限制21歲人士進入賭場 他回應說是在社會健康平衡上作考慮的一項政策 也都將會提升博彩從業員的技術水平要求 我們對博彩本身的從業員 將來會提出一些要求 有一些技術水平的要求 以及一些行為方面的要求 例如是否需要一個無犯罪的證明等等的要求 到最後就是博彩從業員 一個認證制度的建立 達到最低的水平才能得到認證 你才能夠去賭場裏面工作 至於在賭牌轉批級方面的問題 譚伯員回應說法律上有明確規範轉讓和分批事項 政府不會容許賭牌公司 在未經過政府同意之下轉讓賭牌 而有關公司轉批級賭牌的時候 所獲得的利潤都要納索得補充稅 政府強調不會容許公司再作賭牌轉批級 政府亦都正檢討相關法律 並計劃在博彩法律上 對轉批級制度有更加明確的規範 另外它說政府有責任監管博彩公司 有沒有落實在頭賭牌時所定的承諾 當局早前亦都和各個博彩公司 訂定了最低內部監管要求 現時有關的賭牌公司也都按承諾進行計劃